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六百八十集 一臂一法器 这趟游历江湖结束 我便带小楼主回去 房中正好缺一个事情的窃室 荣荣的师父豁然起身 脸色阴沉 鼓荡气急一掌拍向白袍公子哥的胸口 白袍公子哥抬了抬手 恰到好处的击中他的手腕 让这蕴寒身后气急的一掌 打中横梁瓦片 段木碎瓦飞溅中 他探手一捞 把美妇人捞进了怀里 嘖嘖说道 嗯 年纪大了些 但风韵有存 小爷喜欢你这样的妇人 赶在肖月奴出手前 他见好就收 果断后退 留下修奋欲绝的美妇人 我是来结盟的 他收敛了浮夸的笑容 透着几分世家大族浸润出的威严和沉稳 结盟 戴黄金面具的黑袍人 反问 我要莲子 也要许其安的狗命 白袍公子哥笑道 你们不敢得罪他 我敢 光脚不怕穿鞋的 我现在光着脚 可不管他在百姓心里 形象有多高的 哦 你打算怎么做 黑袍人颇有兴趣的说 白袍公子哥没有说话 大步走到眺望台边 双手撑着护栏 气韵丹田 所有人听着 声浪滚滚 立刻吸引来群聚周围的好事者 以及镇上的居民 白袍公子哥伸出左手 剑河 左使默默的地上 一只小巧的漆黑的方形小盒 左使压低声音 少主 那人的原神波动 比寻常五福强大数倍 是月市山庄里的地宗门人 白袍公子哥顺着他的目光 瞟了一眼 乔装打扮过的凌云 没搭理 打开盒子 粘出一枚细针般的小剑 屈指一弹 小剑翻转着 越变越大 扁成一柄 三尺清风 钉的嵌入青石铺设的街面 一股股森寒的剑意溢出 宣示着他的身份 法器 白袍公子哥宣布 谁能斩许七安一臂 便赏一柄法器 斩两臂 赏两柄 斩四只 赏四柄 说话过程中 他屈指弹出长剑 让他们一根根的盯在街道中央 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四把交错的法器上 像是磁石遇到了钢钉 再也挪不开 白袍公子哥一锤定音 谁能斩下许七安头颅 这一整合的法器 便是他的 街上炸锅了 白袍公子哥却转身回了桌边 笑眯眯的四顾 万花楼女子们脸上惊恶震撼的表情 让他嘴角的笑容不断扩大 他盯着黑衣人 又抬头看了眼已经苏醒的蓝莲道长 淡淡说道 江湖散人最看重的 无外乎资源 我现在便把资源送到他们面前 你们说 那些人还会敬重许七安吗 还会忌惮他们 还会不敢得罪他们 没有散修能够抵挡法器的诱惑 我知道 也包括你们 小月奴冷冷地说 你这样有何意义 江湖散人杀不死一个 修成金刚神功的高手 白袍公子哥耸耸间 语气轻松 许七安不是念过一句诗吗 忍看小二成心贵 怒上擂台再出手 这便是我的答案 他和许七安有仇 小月奴恍然 他看了一眼 地宗的蓝莲道长 惊愕发现对方竟忍住了恶意 不报复 看来地宗真的很忌惮 越是山庄 黑袍人则露出了笑容 看来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凌云意识到这个突然出现在小镇的白袍公子哥是个可怕的强敌 许公子的仇人来了 他的一位顾从便能轻易打伤四品的蓝莲道长 他是法纪为奋徒 他悄无声息地后退十几步 然后转身打算离开 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凌云听见身后跳望台传来那个白袍公子哥的声音 啊 忘了 还有一件事没做 你是越是山庄的道士吧 凌云瞳孔豁然收缩 只觉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情绪在瞬间有爆炸的轻响 然后他发现自己走不动道了 双脚仿佛被粘在了地上 不 不 快动起来 要把消息传回去 要告诉许元罗 他让我来打探情报 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凌云面颊抽搐 身体开始冒汗 额头滚出痘大的汗珠 白袍公子哥出现在他身前笑咪咪地说道 呵呵呵 你要回去报信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一个散人而已 凌云强撑着说道 白袍公子哥招了招手 换来一柄插在街面的长剪 依旧是那副笑咪咪的表情 我没说不让你报信 不过 他顿了顿 宁笑道 很抱歉 你得爬着回去了 他冷漠的挥剑 光芒一闪 凌云膝盖冲猛的一尘 两只小腿 离开了主人 他死心裂肺地嚎叫起来 疼得满地打滚 白袍公子哥看了他一眼 好心提醒 赶紧爬回来 说不定 还能在血液流干之前得到救治 说完扬了扬手里的剑 各位 看到了吗 货真价实的法器 明日莲子成熟之时 你们人人都有机会 斩杀许其安 少主 如果被主人知道 你会被责罚的 主人说过 不要轻易招惹他 左使传音劝解 白袍公子哥冷笑一声 不招惹他 那我这次外出游历的意义 何在 你说 我要是把那小子带回去 这般泼天的功劳 我的地位是不是将稳如泰山 此次游历 魔力武道是主要目的 但见一见那个 本该死在经察年尾的小子 同样是他的目的 经察以来 他陆陆续续不断听到 关于许其安的事迹 愤怒的心里发狂 幸许的有多风光 他心里就有多愤怒 那些荣光 那些奇遇 本来应该是我的 最重要的是 气遇 也是我的 无善过后 许其安独自一人 在僻静的院子里 修行天地一刀斩的钳制过程 让气息和气血往内坍塌 凝成一股 触类旁通 如此来加强对身体力量的掌控 加快化尽的修行 他感觉自己隐隐达到了瓶颈 只差临门一脚 就踢开无品的大门 总感觉差了点什么 希望明日的战斗 能让我如愿以偿的晋升 许其安耳阔一动 听见略显轻盈的脚步声 朝这边奔过来 他当即收工扭头 看见月氏山庄的庄花 秋缠衣 小脸发白 大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与许其安目光对上后 泪珠就如同断线的珍珠 啪嗒啪嗒地滚落 秋缠衣抽抽烟烟地说道 谢公子 凌云 凌云死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